出发要到广州亚运会了 将会以听澳还有花博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 要争取举办2019亚运在台北的机会 而台北市政府计划投入新台币500亿元 规划关渡等六大体育园区增加硬体设备 来争取会员国的支持 2009年台北听障欧运 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台北市近年举办多场国际性的大活动 现在要设下新目标 在2019我们已经争取到代表台湾去争取亚运 而我们这次争取亚运 我们绝对是完真的 我们有充分的准备 申请亚运台北市真的完真的 市政府将派出13人小组到广州亚运会考察 进行争取亚运会45个会员国的支持 并且已经着手规划六大体育园区 我们争取亚运就跟新北市合作 我们准备如果争取到的话 我们会筹建六个体育园区 还有卢州这里三只马场 我们也有自由车竞赛 还有马苏竞赛 就简单讲会跟新北市合作一起来争取 如果申请亚运成功 政府将分八年编链预算 保守估计收入可达72亿元 但是后续带来的观光收入却是无上限 台北竞争取2019年亚运代表权 就是要让全亚洲看见台湾的骄傲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